市議員參選人 童曉雲和市長參選人 賈龍街聯合競選 總部16號要生理的暗時 也有大行做小活動 以相後總部先留給他來拜拜 當時古板生理台會和鄉親來擲鑑證 現場坐坐鎮長代議員參選人和你從鄉親人到處來戰爭 尤其是對賈龍街的提出第65會 以上中部不用交憲報費的政見人很支持 賈龍街有共會 65會 這個憲報 一人說我做一次 你們就賺4萬 黃偉哲說我做一次 你再做一次 他是要欠你4千兩 我們大家想好 是怎麼4萬的人可以再 衝一下 如果有4千的話 我們就說購優 也譬如說購優 董曉雲在地區當中標示說 他跟市長參選人 賈龍街有很多政見人是一樣 這也是一定會立委參選後 經營阿南區所看到所感受到腳來拿出來 今美一間人是地方所需要的 希望 讓市長在地區當中標示說 讓市長參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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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我一直在這裡 所以我怕3年了 立委開始怕3年 所以我所有的政見 都是我用一腳一腳 走出來的 所以說 市府上有所有的政見 我還有到市長有6條 都會進行 其他 差不多15條 還有6條 差不多9條 就都把市長出來了 所以我都複合 如果複說 我已經有新的事情 他想過這項競選中 保釁在地區 儘管市長參選人 沒有9條 但是有很多議員參選人 我們9條收聽 希望大家可以來 保重收聽 在年內選舉 我們可以順利 來出3千 去美女議會 南天新聞 簡單一想帶來我們猜訪報道